千年帝都 洛阳 富贯海内 邯郸 楚国故都 荆州 周勤祖地 宝基 私路重镇 顾元 吴岳明城 苏州 六家各具特色的博物馆 珍藏着六座城市 几千年的灿烂辉煌 六支立志传承祖先闻名的 少年战队 将以各自家乡的博物馆 为主场迎接来自对手的挑战 最终走进国家博物馆 一绝高下 比才华 拼素养 以文汇友 谈古论基 透过馆藏的渐渐质保 解读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探寻支撑我们 自豪自信的历史源流 迎在博物馆 让文物活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古金 少年墙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文博主题系列节目 迎在博物馆 今天 一众英才少年 将以他们的智慧再现先贤的辉煌 他们将代表各自的家乡 以文汇友通古搏金 为我们隶属每一件文物背后的精彩 迎在博物馆 文物活起来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 是雇员博物馆队和苏州博物馆队 两队队员对各自家乡的文物 都是如属家珍 也都去到了对方的博物馆 进行了深入学习 迎下雇员博物馆选出的选手 是几位热爱家乡历史文化的中学生 放学就去博物馆 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家乡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 都再熟悉不过了 几千里之外 江南水乡的苏州队 也专程前往宁夏雇员博物馆学习 两家博物馆不仅藏品风格迥异 从建筑到气候 从语言到饮食 巨大的差异 给每一位同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欢迎各位到宁夏雇员博物馆 来交流学习 天年雇员思路华阵 就是反映丝绸之路文化的 这样一个主题 它的两侧呢 你看这个马身上的铠甲 非常的庞大 在秦和汉武帝前期非常重要 它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正是处于中原农耕文明 和北方草原文明一局 西方文明的这样一个交汇的地方 根据抽签结果 本场比赛对异呢 是从雇员博物馆的主场开始 也就是说 本场的题目内容 都和雇员的历史 以及雇员博物馆的馆藏有关 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来自主场 雇员博物馆队的 五青兰 是如何介绍 她的家乡的 有请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走进宁夏雇员博物馆 一件件精美 而又独际特色的文物 一定会让你睁大双眼 充满好奇 天口彩桃湖的奇思妙想 从何而来 一件件排斥 扣式 用西儒文化有何渊源 还有那香松石的石金带式 难道是从思路而来 那刘金银湖上刻画的 竟然是古希腊神话故事 北魏机关画上面 分明记载着文化大迁徙 土丁玻璃晚上 到底是谁人招致 是的 你所看到的 正是雇员悠久的历史 和独具特色的文化 这里有三万年前史前鲜明 征服自然的决心 这里有世人颁标在城墙上的 激昂迎送 你会看到秦皇汉武 君临千下时的 庄严仪仗 你还会看到 身着胡服 络绎不绝的 商骨 驼对 黄土地 隐没了你万年的沉淀 而渐渐文物 又让你传奇重生 欢迎大家来到 我的美丽家乡 柳盘山下的璀璨明珠 好 谢谢 谢谢吴清兰 请入席 刚刚吴清兰在介绍 她的家乡的时候 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 黄土隐没了你万年的积淀 但是渐渐文物 又让这个传奇重生 谢谢吴清兰 为我们带来的家乡介绍 也为我们介绍了 顾原博物馆 顾原博物馆 成立于1983年 2008年 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馆藏文物两万余件 藏品以春秋战国时期 北方系青铜器 和北朝至隋唐时期的 私路文物为主 刘金银湖 玻璃馆 香松石金带氏 波斯及罗马的金币银币等文物 均为中亚西亚 传入我国的伯来品 展现出了 顾原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 实证了顾原 成为私路重镇的实施 两队的选手 今天你们的表现究竟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为大家介绍 我们主队 顾原博物馆队的同学 柯浩宇 姚宇晶 穆周涛 武清兰 欢迎你们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的客队 苏州博物馆队的选手 陈苏鹏 徐厅轩 柳依凡 王思瑞 同样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我的文博老师 王超 满腹都是有趣的故事和有用的知识 还有漂亮的同行师姐方琼 师姐 咱们这节目现在已经录了几期了 您觉得和录这个节目之前相比 有哪些进步 我学到了很多文博知识 比如说 比如说 辟邪其实就是大狮子的意思 你们觉得这个辟邪像狮子吗 长得 像 从小狮子 善如虎貌 然后我还抱了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 只有一个月大的小狮子 这是一只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 刚刚出生一个月的小狮子 我还知道了 三彩黑幼马 虽然很珍贵 但是不能往家摆 那是名气 名气 不能随便往家摆 对 我家就缺一件特别拿得出手的工艺品 我搅着把它摆我们家 这应该挺合适的 兄姐 这你放心 这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名气 名气 这是名气 国人最好别用 都是随藏用品 洛阳还有一个杨之渝做的白玉杯 那个白玉杯是 曹魏时期的 你还记得去洛阳博物馆 看到了这一件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记住这个吗 为什么呢 我喜欢曹操 我以为你应该喜欢河北的赵云 谁会只能喜欢一个呀 师傅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压力又大了 以往吧 咱们台上还都有好多这种低年级的同学 今天这两队我觉得特别整齐 根据前两场的经验 我是觉得可能年纪越小 威力越大 我有一件事特别想问问你 你说这孩子打小学这么多历史 对于他以后的人生成长有什么帮助呢 他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唐朝的时候就说得好 唐代宗说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可以知星体 他至少有三个好处 有三个好处 哪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他知道了很多的历史的知识 那么历史知识 他对整个的事物发展演变的流程 他能有一个掌握 他能有一个经验上的认识 这是比较好的 那么第二个 我们很多的文物 审美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丽 那么看文物看得多了 自然就会养成一种审美观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们通过一件文物的这种艺术特征 就能判断出这个文物的时代来 我觉得这就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进步 那么第三个 很多文物 它蕴含着很多的科学道理 那么你把这件文物知道了 那科学道理也就掌握了 我觉得至少有这三个好处 好 双方的队员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马上进入我们今天队场比赛的第一阵 快速问答 一共12道题 每个队的队员依次回答一道 答对得一分 答错不扣分 我们在第一阵呢 可以由客队先来选择 是否先答题 你们准备先答还是后答 那么我们就先领略一下 雇员代表队的风采 让雇员队先回答 既然这样我们就确实不公了 确实不公 它发挥很好 现在就是看起来紧张的紧大 还不是一般的紧张 第一阵 第一题 雇员是位于宁夏南部的什么山区 六盘山区 回答正确 好 第二题 今天的雇员一带 自夏商起就逐渐成为游牧民族的聚居地 对吗 对 回答正确 第三题 雇员地区在战国时期属于哪一个诸侯国的版图 请 回答正确 第四题 秦汉时期 在雇员东南设置的边关是什么 消管 回答正确 第五题 雇员境内的须弥山石窟开凿于什么时期 北魏时期 回答正确 第六题 这组金肤面中标出的这件叫什么 惊吓合脱 回答错误 第七题 这枚蓝色宝石印章边缘的明文 属于什么语系 拉丁语系 回答错误 第八题 这一组石碑叫什么 吴大成三关口铸鲁碑 回答正确 第九题 这口静康铁中的重量是多少 708千口 回答错误 第十题 这件文物是战国时期的餐具 对吗 不对 回答正确 第十一题 这枚金币来自哪里 拜占庭查士丁尼二十金币 应该是来自西域拜占庭王朝 回答错误 来 最后一题 这件青铜车马器的名称是什么 铜卵铃 回答正确 好 下面问问我的师姐 统计的结果怎么样 十二道题 他们答错了四道题 刚才可能还是有点紧张对吗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们还是准备的不充足 今天这些藏品 好像跟我前几场建造的藏品 完全风格都不一样 没错 充满了抑郁的色彩 就跟我们之前建的那种 特别古朴的 特别原始的那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 这是不是跟雇员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对 这实际上是由雇员的地域文化特色决定的 回顾一下雇员的历史 我们发现雇员正好处在农作生产方式 和油木生产方式的交界的地方 它处于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界的地方 那么它实际上处于边缘 就会带来沟通与交流 沟通与交流就会带来多元文化的东西 比如说从汉一直到唐 那么它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商贸据点 那么到了北宋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北宋和西夏的边界 那么到了明朝的时候 它实际上要负责明朝和蒙古之间的防御 那么到了清朝 清代的早期 我们知道西域那边也一直还有战事 那所以这些个历史 这些个文化的地位 就共同决定了 雇员所在的这个收藏 它一定是这个充满了异域的特色 它充满了中西方的这种交流 那么不单单雇员的馆藏如此 那么刚才在问题里面涉及到的 比如说这个须弥山的这个石窟 那个石窟还去过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大佛 当时我是站在 就是相当于我膝盖的这个位置往上看 我就顿时感觉到一种 就是说人的这种渺小 我们都知道佛教是从西域这边传过来的 然后包括这个圆州的古城 圆州的古城 它军事要塞的意味特别的强 因为要塞它要负责这种边疆的防御 要负责这个思路的这种守卫 然后再加上我们雇员博物馆里面 这种各种文化交流的这种藏品 它们一起组成了雇员 这么丰富多彩 和其他几个博物馆 应该都不一样的这种文化遗产 风格迥异嘛 没错 刚刚其实还有一个题 我也有一点疑问 就是很像餐具的那个应该是 它很像一个餐叉 但它实际上不是餐叉 它应该就是一种发际 或者说它启发了梳子和壁子 应该这么说 我更感兴趣的是吃 那你说那不是小叉子 那那时候人们用什么吃东西 那时候吃饭 其实咱们挺讲究的 餐叉来说 我们一度用过 在这个春秋战国之际 它还挺实行的 但是后来就不用了 这个叉子被我们用来干什么呢 叉肉 因为那时候肉切成一块一块 叉起来吃起来很方便 但是没有留下来什么太多的遗存 在典籍里边也找不到记载 有一个专家认为 可能典籍里边记载一种叫壁的东西 可能就是这个餐叉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用什么呢 最早我们的餐具应该是餐勺 餐勺 餐勺 餐勺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长条形的 有点像刀 但它又不是刀 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勺 它分这么两种 勺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用来吃主食的 再有一种经常常用的餐具呢 就是筷子 筷子 筷子现在最早发现在阴虚 然后不同时代的筷子 它有不同的形状 那么我们现在一般用的筷子 就是它一头是方的 一头是圆的 这是很晚 应该到明清才定型的 筷子一开始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一开始是用来加羹里的菜用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 这个在当时的李治书上还提到了说 这个筷子和这个勺子是有专用的 你不能用筷子去吃饭 必须用勺子去吃饭 用筷子吃饭 应该是元代以后的事 就没那么复杂 没那么复杂 然后我们吃西餐的时候 经常看到西餐也用叉子 但是西餐的餐叉 其实就比较晚了 它应该是这个中世纪晚期以后的事情 最早是意大利人在用 因为最早用这个刀 用勺 他们发现没有办法吃意大利面 所以要用这种餐叉 当时要改良 成为四个尘的叉 然后去搅一下这个意大利面 卷起来吃才比较好吃 从那以后 那么餐叉才走上了西餐的这个餐具 长知识 长知识 好 那我们顾员队 这一共是答对了八道题 可以加上八分 请升级分级 好 接下来该到我们的课堆了 你们已经领略了我们雇员同学们的风采 接下来让我们见识一下你们的风采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听第一题 这件四孔玉器属于什么文化 养勺文化 回答正确 第二题 新时期时期 雇员地区曾经存在养勺文化 马家腰文化和和母度文化 对吗 不对 回答正确 第三题 这把剑的剑柄和剑身 分别是什么材质 剑柄是铜制 剑身是铁制 回答正确 第四题 这是目前宁夏地区出土最早的墓制 墓主人叫什么 梁阿广 回答正确 第五题 唐朝为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 设置了一系列的军事关口 叫什么 三关口 回答错误 第六题 这个北魏时期的耳碑 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 银 回答正确 第七题 这座房屋模型属于墓葬建筑 对吗 对 回答正确 第八题 北周李贤将军是鲜卑拓拔的后代 对吗 不对 回答错误 第九题 壁画上的神兽是什么 朱雀 回答正确 第十题 这枚印的主人 是监管金木土石等匠人的总管 他的官职是什么 攻坚 回答正确 第十一题 这块方砖记载了雇原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 请问是哪种自然灾害 地震 回答正确 最后一题 这枚戒指上镶嵌的是哪一种宝石 青金石 回答正确 师姐 十道题当中答错了两道题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 看这个照片 我发现北魏时期的尔贝 它是一件一级文物 为什么那么残破 它还是一级文物呢 一级文物的确定 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那么我们先说它的法律的依据 因为根据文物保护法 那么这个博物馆要把文物进行定级来管理 那么博物馆把这个文物定级 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叫一般文物 一类叫珍贵文物 那么珍贵文物呢 我们再把它分为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那么一般的来说 就是说它的价值大的 它的这个等级也就会越高 然后呢 国家文物局呢 还发过一个文件 叫做一级文物确定的一个规则 或者说指南 它把中国的这个文物 大概分成几十类 然后每一类 什么标准能够成为一级文物 在那个文件上都有这个列出 因为这个文件很多很长 那么就不在这赘述了 但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它的珍贵性 那么刚才我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说的那三个这个优势 实际上它对应了这个文物界 对文物价值的认知 那么历史价值 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那么这三方面的价值 越高的文物 它的等级呢也就越高 那么在这三方面 就是说哪怕有一方面 它非常非常的珍贵 也有可能列为一级文物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有的时候 其他国家呢也会给这个文物分级 比如说日本 日本最高级别的文物就叫国宝 然后呢次一级的叫重要文化财 他们也有这样的这种分级 也有分级 每个国家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对 明白了 那总结一下 咱们课对的这个苏州的同学 一共是答对了十道题 所以可以加上十分 请升级分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本场比赛的第二阵 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也想了解本期节目中文物的更多信息 拿出手机摇一摇 参与节目互动 还有机会赢得精美的奖品 第二阵是抢答题 一共是六道题 答对一题得一分 答错还要扣掉一分 另外在我念完题之后 一定要听清楚我的口令 当我说完请抢答之后 才可以按下你们手中的抢答器 冒抢也算回答错误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在第二阵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先要我们的课的同学 你们可以从主队的同学当中 挑选艺人去为你们烹茶 你们选的是谁 我们选择雇员代表队队长柯浩宇 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觉得他就是发挥比较沉稳 然后掌握的知识也比较多 我们的队友是刚刚有点内敛 他们其实掌握的知识也是比较多的 那你成功了 成功地迷惑了对手 让他们把你请下去 其实其他三位都挺厉害的 是吧 你这出来是迷惑对手的 其实我觉得四周队的同学们 选我也选得非常到位 因为我是我们队中烹茶属一属二的 还在这样怕自己的吗 这个我觉得这主人挺好 很敞亮 很大度 我们很期待你为我们烹的茶 来 浩宇 说到烹茶 我想问一个小问题 你们雇员喝三炮台吗 对 喝三炮台 能喝得到吗 我们这一次 我们今天就是带着三炮台 可以 太好了 没有问题了 等一下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待会儿我想喝一口热茶 没问题 好 谢谢 因为三炮台是甜的 凉了就不好喝了 浩宇 接下来就辛苦你 来为我们的客队选手烹茶 有请 温温剩下的三位队友 浩宇走了 你们的主星骨没有了 接下来这第二阵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一定可以发挥好的 一定可以发挥好的 怎么发挥好的 我们有一套隐藏计划 还有一套隐藏计划 现在可以公布出来吗 不行 这个要等比赛 比赛时候才具体实行 咱们现在就正在比赛中啊 关键得等开始了 不然秘密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这是队内机密 明白了 好 我们第二阵马上开始 一共六道题 请听我说的第一题 战国时期 商业已经颇具雏形 已经有了一批所谓的大商人 那个时候 雇员地区的商人呢 也是很多 商业很发达 其实我想问问师傅 那会儿咱们雇员地区这个商人们 他们都做什么买卖 这个都买什么卖什么呢 那个时候雇员 因为他处在这个农耕和畜牧的 这个边界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 雇员著名的商人都是卖大生畜 比如说牛啊 马啊之类的 那买什么呢 买的话就买一些中原的特产 比如说像丝绸啊之类的 现在咱们雇员当地有什么特产 枸杞 还有就是宁夏特色 就是羊肉这一块 可好吃啊 而且听说那边的羊肉 吃起来特别的香 一点都不煽气 是吧 是的 简单 好像他们的羊肉就有那种 就直接拿水煮完了之后 蘸一点调料吃 是吧 手抓 拿水煮完了之后 一层盐 一层辣子面就能吃了 真的 特别的香 师父 师父怎么一说到这个 因为我吃过 你熟啊 你去那吃的比较熟是吗 对 一去那就可喜欢吃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象一下 如果还原当时他们的这个集市上 就是大家就是大牲畜的买卖 然后中原的一些什么棉 丝绸买卖 还卖什么那样 香料 茶 香料茶也应该也都有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交通的孔道 肯定五方的这个货物都在那都会有 雇原历史悠久 文化多元 自汉代思路开通之后 雇原就成为中原地区和西域各国贸易往来的重镇之一 从这里运往西域的丝绸 陶瓷器 茶叶 药材不计奇数 而西来的商客也必须经过这里 将西方的香料 金银珠宝 玻璃器 凉码等货物运往中原 直至明代中亚遭受战乱 丝绸之路也因此不再通畅 雇原的编茂经济才逐渐衰落 好 来 进入正题 第一题 当时雇原地区有一位大商人 很有名 还引起了秦始皇的注意 请问 据史记记载 秦始皇时期 雇原地区最著名的一位商人 叫什么 请抢答 主队 顾原同学讲到 他叫乌之罗 他做这个中间商 把游牧民族的牲畜 放到中原 把中原的丝绸又放给游牧民族 他当时的这个暂时圈养的牲畜 就是满山遍野都是 然后他的财富也是不计其数 秦始皇认识到了 乌之罗这个人对于国家竞技命脉 发展的这一个重要性 所以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后来注意了以后就怎么了呢 封了个诸侯一样的待遇 就叫比封君 就是他可以上朝议事 是秦始皇西群的时候封的 回答正确 可以得到一分 好 接下来第二道题 请听好 第二道题呢 不用等我说请抢答 在我的描述过程中 你们只要知道答案 可以随时按下抢答器 提示一 它出自 顾元市旁阳县 新吉北魏牧 提示二 它是出行一丈永中的一箭 哦 我只说完提示二 我们苏州同学 就已经按下了抢答器 你在干什么呢 我的天哪 苏州的同学 是学庆轩案的吗 是 但是我们很懊悔 怎么了 因为北魏出行一丈永中 有两件文物 那都有什么 哪两件 逃牛车 还有吹号角泳和击骨逃永 哦 那现在你们只根据两个提示 必须给我一个答案呀 逃牛车 逃牛车 好 那么正确答案 是不是你们说的逃牛车呢 来 我的提示三是 整组出行一丈永 都以它为中心 提示四 它是北魏时期交通工具的真实反应 答案就是逃牛车 回答正确 还好 好开心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确实是有这个运气成分在里面 其实刚才我注意了一下 你们听完这个提示三之后 放心了 它是出行一丈永 都以它为中心 所以你们判断是逃牛车没错 对吧 出行一丈永 出土于宁夏蓬阳县新吉乡 石瓦村北卫目 由逃牛车 风帽永 甲骑巨装永 女士永 文力永 武士永和月永 等共一百余件逃永组成 真实在现了一个 以牛车为中心的 北魏军事出行一丈 他们坐牛车 这出去不着急吗 因为就是 那时候都是慢生活吗 那个时候的车主要有两种 马车和牛车 然后人们对马车和牛车的选择 最早是公用性的 牛车相比马车来说 它走的是慢 但它载重量大 拉的人多 它有耐久 所以那个时候一般用做什么呢 那个时候一般用做拉货 然后马车一般 比如说贵族 贵族一般坐马车 但是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图上 我觉得它后面 也应该像是坐过贵族 你看那椅子 旁边这叫什么 是因为到北魏了 这里面有一个演变的历史 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一段 是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那时候贵族还坐马车 但是后来大概到了 汉代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 那个时候马不够用了 到了什么地步呢 就是刘邦 汉高祖 他去这个驾车的时候 他应该选四匹差不多 应该毛色比较均匀 大小差不多的马 找不到 四匹马都找不到 对 刘邦都找不到 对 汉高祖刘邦 这汉朝刚刚成立的时候 就经济状况就这样 然后那时候 王侯将相或乘牛车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一开始是被逼无奈 所以贵族们也开始坐上牛车 坐着坐着的时候 就发现牛车的好了 他稳当呀 牛的重心比较稳 走着路来比较稳 然后呢 有的时候贵族呢 他们不太在意这个时间 他们不抢时间 那么坐牛车 他们坐得很舒服 而且牛车呢 比较宽大 就慢慢悠悠地晃吧 慢慢悠悠走 突然我想起来 咱们在洛阳主场 那场比赛的时候 有一道题 说的是唐太宗 唐朝初年 当时全国的马匹 不足万匹 是 对对对 那都唐朝了 对 对 全国幅全辽阔那么大地方 不足万匹 是 也是因为常年战乱 也是因为和战乱有关 和战乱有关 对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 就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文化惯性 所以那个时候牛车依然很发达 很兴旺 牛车是怎么摔落呢 到了宋朝就摔落了 因为到了宋朝 人们找到一种 更舒服的出行方式 轿子 轿子 轿子一起 人比牛走得快 走得更稳当 走得更舒适 所以轿子一星期 牛车就逐渐地摔落了 还是人靠谱 在未进的时候 这个牛车就 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 甚至还有举办这个 牛车比赛 看谁跑得快 明白了 请听第三题 在出第三题之前呢 我要先请工作人员 搬上一件道具 来 有请 这个是什么 器官化 北魏的器官化 这是雇员博物馆 最重要的藏品之一 我师傅说了 轻易别说 这个镇馆之宝什么的 这个为什么 不轻易说镇馆之宝呢 在我的理解里 镇馆之宝 更像是一种 这种宣传 或者说推荐的手段 那么镇馆之宝呢 需要看它的这种来历 因为有的镇馆之宝 它可能是这个 观众选出来的 咱们比如说 这个台北故宫 大概在02年的时候 就举办过一次 在网络上票选 还选 说这个 哪件文物 大家这个最喜欢 请来投票 玉白菜 最后第一名是玉白菜 然后呢 但是咱们从这个 玉白菜的学术意义上来说 它绝不是台北故宫里边 学术价值最高的 学术价值最高的 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毛宫顶 所以这里面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专家们认为 学术意义最高的 很可能不是最受欢迎的 因为它可能不够漂亮 或者说它不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 那么我现在 观众们觉得最好的 那又往往又不是 学术意义最高的 镇馆之宝这个概念 我们需要看这个概念 它是怎么形成的 一般来说 博物馆确定镇馆之宝的时候 它要取这两个的 这种平衡点 所以后来这个 关于台北故宫的 镇馆之宝呢 就有很多说法 2002年的票选的结果 算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毛宫顶 那个翠玉白菜 还有肉形石 这三个算作镇馆之宝 这被大家戏成为什么呢 一锅肉炖白菜 所以呢就是说 就是带有这种戏谑的成分 但是毛宫顶 学术意义是没有问题的 我知道了 就是所谓的什么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毛宫顶就是内行看的 这个白菜炖肉 就是外行看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说 你不是 你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 你也要为观众服务 所以说在确定 镇馆之宝的时候 它必须综合地考虑 好 下面这道题来了 请指出 这个器官化上面 太阳的位置 请 抢 打 有 客队 苏州的同学 来 请拍一个代表 上来 对 苏州同学 我发现南方同学很内敛 很温暖 你还记得我们韩丹吗 抢 我来 有难度的传我来 好 你倒是挺有担当的 十笔鞋这个我最了解的 整个器物里 就二十四叫画像 石冠和十笔鞋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张一番 我们是个团队 为什么 就因为是个团队 我们来这儿 我们来这儿不是给任何一个人机会了 我们来这儿是比赛的 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 怎么都行 我了解的比你好 这个是太阳 哪个 这个 就这一圈 这一圈 然后中间有一个三组 为什么说它是太阳 因为它就是这个是个圆圈 然后中间有一只三组鸟 然后这个三组鸟名字叫三组金屋 它就是一个代表太阳的神兽 我怎么觉得那边那个圆的更像太阳呢 那边其实是一轮白色的月亮 那个是月亮 对 这上面榜题为东王妇 那一边榜题已经残缺了 但认为应该是西王母 中间是一条漩涡的金色天河 那这画画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牧主人 牧主人夫妇 然后有一种想要成仙的那种想法吧 就希望死后能够成为神仙 然后上面还会有很多仙人啊 那种飞鸟的那些图案 怎么对这个这么了解呢 因为我个人就很喜欢绘画 所以对这种古代这种艺术 我特别感兴趣 回答正确 那么现在我们为苏州队再加上一份 好 接下来请听强答题的第四题 这种文式是以哪种植物为原型的 请抢答 好 主队 顾原队抢答了 是豆莢 豆莢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可以加上一份 好 来 第五题 请听题 这道题不用我说请抢答 一会儿会给你们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会在屏幕上逐渐显现出来 你们在这个图片出现的过程当中 如果知道它是什么 可以随时按下手中的抢答器 好 请出图 彩绘 苗金 镇木 武士陶勇 彩绘 苗金 镇木 武士陶勇 这个图才出了这么一点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我个人对这个其实比较感兴趣 他以前模仿过这个造型 对 我和我们的队长 然后他正好有两个 是母士陶勇 然后我们两个就扮演着上面的小人 然后拍了张照片 你们俩是怎么摆造型的 来摆一个 快 摆起来吧 三 二 一 就这样 一个人是挺着 一个人 表情呢 对 陶勇应该有表情 就是这样 好 来 我们把图出全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来 改造型 好 我们看这一件 你看人家的这个神态表情 人家这个感觉很威武 你们这个感觉有点懈怠 关键是陶勇是有肚子的 这个苏鹏其实模仿的就是这个陶勇 人家很有腰呢 我也有腰 你看人家这腰身 你对 你这些学院模仿 这个是我 因为它有两个 它其中有一个是张嘴的 还有一个是闭嘴的 它这个就是嘴巴是闭着的 师傅 古人的审美跟现在一样吗 现在不都说告别小肚子 是吧 你看它这肚子 但它这身形也挺奇怪的 有肚子 但也有腰 通常像咱们这些现在就属于有肚子 就没腰了 就没腰了 那时候也是说必须要长得胖一点 壮一点 才能镇住吗 那个时候的审美观 现在是不一样的 你想咱们现在是 都是吃得太多了要减肥 那个时候能吃饱 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所以吃成 比如说像我这样 那时候就肯定大富大贵的人家 才能有这个条件 那你这都打不了仗了 你再穿上一身盔甲 你故意连走都走不动 你这盔甲也废料 那倒是 那这道题呢 我们苏州同学回答正确 可以加上一分 现在分差还是三分 抢答题的最后一题 请听题 我这儿有几句诗 给你们朗诵一下 天宝纪年时遇变 臣妾人人学远转 终有太真外露山 二人最道能胡悬 请说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 请抢答 白居易 唐弹 白居易 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 胡璇女 这首诗讲的是一个 大概什么故事 讲的是 一开始就是一个胡璇女 在表演胡璇舞 然后后来就是在讲 那个天宝年间 唐玄宗时期 就是有两个人 非常擅长胡璇舞 分别是安禄山和杨贵妃 后来就开始讲 这个因为这两人 如何耽误了这个皇帝 他治国 然后最后导致这个国家 出现了安史之乱 这样 有一个成语典故 也是出自于这个故事 叫红颜祸水 然后就引出了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 这安史 是不是跟顾元 也颇有渊源呢 因为这个安史之乱呢 他的两个主人公 一个是安禄山 一个是史思明 然后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姓安 一个是姓史 这就刚好和我们 故园地区的一个史姓家族 也就是一个 一种就是一种人种 他是一种混血 叫做素特人 刚好就是在隋唐时期 在我们故园 做生意的一只人 然后他就是刚好 和这些人有些渊源 朝五九姓 朝五九姓 这个人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姓 也就是史姓 当时呢 朝五九姓的祖先 就是汉代时期的大肉之人 后来他们居住在 麒连山以北的朝五城 就是首都 然后后来朝五城被匈奴所破 大肉之人不得不西迁 到这个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这一带 然后他们分往九国 就是各种各样的国家 就像我们的诸侯国一样 齐国 鲁国这一类 他们那儿就有石国 安国 米国 曹国等等 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 他们就是慢慢地进入中国来做生意 他们用自己的国家来给自己起名字 表示他们的不忘本 从此就形成了朝五九姓 活动在雇原地区的呢 就是其中的一只史姓素特人 而安史之乱中十四名 也就是史姓素特人 说得真好 说得太好了 好 那这一题呢 虽然我们固然同学也知道答案 而且呢 关于安史之乱呀 包括这个朝五九姓啊 也都解释得很好 但是确实手满了啊 没关系 把知识介绍出来 我们大家都多多受益 有所收获 好 那为我们苏州的同学们 再加一分 请升几分期 好 第二阵的六道题呢 都已经结束了 目前得分情况是这样的 雇原主场的同学得分是十分 我们的客队苏州得分是十四分 分差现在是四分 其实差距并不大 后面还有两阵的比赛 在等待着你们的挑战 那在进入我们第三阵之前 我们是不是该把我们的 一位同学请回来了 浩宇为我们的客队同学去烹茶 现在我们有请浩宇 来 也是我师父和师姐 期盼已久的三炮台 这是一种流传在陕甘宇地区的特色茶艺 它融合了汉族传统茶艺文化 以及当地穆斯林传统茶艺习俗的一种茶艺风格 它的名字叫三炮台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盖蓝茶或者叫八宝茶 来 师父和师姐品尝一下 这咱们南方来同学好像 以前没有喝过三炮台是不是 什么味道的 甜的 甜的 里边有什么 红枣 红枣 还有呢 还有茶叶 菊花 枸杞 红枣 枸杞 枸杞 芝麻 那有芝麻 我想我给你挑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还有芝麻呢 我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 有菊花 枸杞 红枣 芝麻 桂园 芝麻 这个茶应该 这是什么茶叶呢 八宝茶里面的八宝就是 宁夏地区的特产 五宝之一 红宝 枸杞 红枣 芝麻 葡萄干 还有冰糖 再加上咱们能够去热 生津的绿茶 等一系列营养丰富的配料 这是山楂吗 里面 对 有山楂是吧 这也是为了大家能在干燥的环境中 蓄热解渴 谢谢 谢谢 谢谢浩宇 来 我们科学同学也谢谢为我们烹茶的主队的同学 好喝 好喝完茶之后 咱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三阵 想了解更多的幕后花絮吗 想学习有趣的文博知识吗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少儿官方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 迎在博物馆专区进行了解 第三阵大家都知道了 通常都会有一个精彩的演出 而今天的演出是精彩中的精彩 大家期待吗 期待 当然期待 期待吗 好 你们猜猜会是什么样的演出呢 金歌铁马吧 或者跟我们思路文物有关的丝绸之路的一些场景吧 我更畅想于悠悠的驼灵之声 悠悠的驼灵之声 你那意思是来几匹骆驼是吗 对 我觉得固然作为边赛重症 应该也和边赛的一些特色有关吧 我们一起来欣赏接下来的精彩的演出 我们一起来试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 谢谢 你们来自哪里能介绍一下吗 来自新疆 来自新疆 那现在在哪 是在上学吗还是 对 现在上高中 在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区 在昌平二中上高中 是维吾尔族 对 我们有维吾尔族 也有哈萨克族 也有哈萨克族 对 我们今天来跳舞的演员 好像还有汉族的有吗 对 有汉族的 也有汉族的同学 哪位是汉族的 这边 这边 这是汉族的 来问问我们这个汉族的同学 你们学新疆舞多长时间了 两个月吧 两个月就跳得这么好 那你觉得我跟我师姐 这个学两个月 能跳得这么好吗 应该没问题 应该也没问题 好 还是问问我们这位同学 来北京生活多长时间了 今年是第三年 今年第三年 在这边学习生活都还习惯吗 对 很习惯 很习惯 那我看咱们这个地上 还是带了好吃的来 这平时应该也是 咱们现在经常都能吃到的 你最喜欢吃哪些 最喜欢吃葡萄和西瓜 葡萄和西瓜 那今天我们这个问题 就和这些吃的有关系 我们两对同学要听好 面前一共是十种食品 来 我从那边给你介绍一下 葡萄 西瓜 黄瓜 香菜 白萝卜 大白菜 丝瓜 洋葱 胡萝卜和大枣 好 请说出哪三种食物 不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 答案写在你们的桌子上 没写对一种可以得到两分 三种全部写对可以得到六分 这一题就看穆猪涛了解吧 三 二 一 答题时间到 顾元的同学 你们的答案 白萝卜 白菜 丝瓜 我们接下来看看苏州同学 答案是什么 丝瓜 白菜 白萝卜 两对的答案都一样 但是他们都错了一个 然后这十种我慢慢倒来 首先说大白菜 大白菜是本土特产的 典型的本土特产 对 到宋代的时候 就特别的知名 在宋代的时候 它的名字叫松 草字头底下一个松树的松 据说苏市苏东坡特别的喜欢吃 然后白萝卜也是 再接下来丝瓜 丝瓜实际上是唐宋之际 从印度传来的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应该是大枣 大枣 刚才在三炮台里 大家应该已经喝过了 接下来 然后剩下的菜 在水果里面西瓜 西瓜是唐代时候 先传到西域 辽代的时候传到中国北方 然后后来就全国就都有了 再有洋葱 洋葱更晚 实际上是清末才传到中国来的 其余剩下的这个蔬菜水果 都是丝绸之路传来的 所以说正确答案应该是 大白菜 白萝卜 和大枣 这三样不是 我们今天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餐桌 与几千年来中外文化的交流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代中国原产的蔬果 有白菜 桃 藻等 而现在餐桌上广受欢迎的 大部分蔬菜水果 都是从世界各地来传入我国的 比如黄瓜 大蒜 是汉代 由初始西域 开辟丝绸之路的张谦 带回我国的 至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西瓜 则先是五代时期传入西域 而后辽代传入我国北方的 还有辣椒 胡萝卜 西红柿 葡萄等等 都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 自海上碌碌丝绸之路 走进我们丰富多彩的餐桌 来到我们身边的 所以咱们两队的同学 都只答对了两样食物 所以各得四分 请升计分棋 好 因为在第三阵 双方打着一个平手 所以我们的分差没有变化 还是差四分 最后第四阵 非常的关键 将会决定这一场 哪一队会带着领先的优势 进入到我们的下一场比赛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比赛的第四 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也想了解本期节目中 文物的更多信息 拿出手机摇一摇 参与节目互动 还有机会赢得精美的奖品 好 第四阵呢 我们是由四件文物 引出四组题 规则是这样的 每队先选择一件文物 也就是选择一组题 我们先从分值低的一队 开始选择 答对第一题 可以加一分 只有答对第一题 才有机会答第二题 答对第二题 可以得到两分 第一题和第二题全部答对 才有机会选择挑战不挑战 答第三题 如果第三题答对 再加三分 如果第三题答错 还要扣掉三分 也就是说之前两道题就白打了 所以第四阵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四件文物 都是什么 目前我们得分 暂时落后的是主场雇员的同学们 所以你们先来选择 哪组题 左下角 猪罗名文青铜鼎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们选择的这件文物 请看 请听第一道题 请说出这件展品的名称 猪罗名文青铜鼎 好像太简单了是不是 回答正确 但是呢 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字 这第一个字 读音字 猪 咱们现在都读 朝 来读招 对 但是它在这儿 猪 现在还有这个读音吗 没有 现在没有 这个是要结合 当时古人的文字来理解 因为猪罗 现在我们可以读是 朝那 或者是 朝那 但是在古人的时候 是读猪罗 因为猪罗是 古腔语中 龙的意思 为什么是古腔语呢 因为当时 固原地区 它就是在 先行时期 它属于一个 荣物民族 和农各文明的 一个交界区 当时在这里 活动的主要是 义渠荣和乌之荣 而这两种 西荣民族呢 它都是属于腔族 所以它这个猪罗 应该是 古腔语中的 应该 一个读音 古腔语中的读音 好 所以不是我们读错了 确实它就是读 猪罗 回答正确 已经得到一分了 接下来请听第二题 它的名文开头 写到第念九五年 那么请写出名文 念九五的原型 来 每个格写一个字 念九五 这个字我们查过的 千万不要写错 念九 快写 快写一个年吧 五 四 三 二 一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这个猪罗名文青铜鼎 是什么年代的 汉代 汉代 汉代应该写什么样的字呢 汉代应该是 历书或者是传书吧 那你们写的是什么呢 咱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就是最简单的那个念九五 它的这个念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念 差不多 还是这么写 这个九呢 也差不多 但是从这个名文上看 好像这个九的这一勾 没有这么明显 其实主要就在这个五字上 我们现在的五是 一横 一竖 横折 再最后一横 可是这个上面的名文字上 这个五是怎么写的 两横中间一个叉 所以很遗憾 这道题 你们没有回答正确 你们没有回答正确 只能得到一分 而且没有机会选择打第三题 好 好 我们为顾原同学加上一分 请声计分棋 感觉同学们有一点表情凝重啊 没有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对这件文物 总体看得不太透彻 下来的话 我们会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其实这件文物你们已经见了很多次了 这可能是我们的疏漏 但是我们下来会更正我们的疏漏 然后对它进行更全面的品析 然后更加领略我们先民们的高度创造力 好 其实这件文物你们已经见了很多次了 明文可能也都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但是关于这个字样怎么写 可能以前并没有太在意 对 我们接下来轮到苏州的同学 请选择你们要答哪组题 右上 右上 我们的第二幅图 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件文物 请看 第一题 请说出这只银狐的主要装饰技法 刘金 刘金 上面装饰有连珠纹 在把手处有一个中亚巴克特利亚人的头像 这是什么装饰技法 就是刘金和连珠纹 连珠纹是纹一样 对 纹一样 那就是刘金 就是刘金 对 回答正确 可以得到一分 接下来第二题 请说出它的制造地区 中亚巴克特利亚 就是金苹果的故事 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 它分有三组人物 然后一共六个人 赫拉 雅典娜 还有阿弗洛西特 想要评出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神 然后宙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帕里斯 然后阿弗洛西特就跟帕里斯说 如果你把这个金苹果 就是想有最美丽女神金苹果给我 那么我就会把天下最美丽的女人海伦给你 然后帕里斯就把金苹果 就是给了阿弗洛西特 然后后来帕里斯就是去了斯巴达那个国 然后正好斯巴达国王莫尼拉尔斯外出了 然后他也遇见了王后海伦 然后他们二人就一见钟情 然后第二组画就是表现的是 海伦手里拿着一个珠宝盒 然后第三组图案就是因为 他们使用了很有名的木马记 然后攻下了特洛伊尘 然后夺回了王后海伦 然后第三组就是表现的是 莫尼拉尔斯就是夺回海伦 然后看到海伦十年后 依旧是貌美如花 然后就没有忍心把他杀死了 这个是外国的故事 三幅图画居然表现了这么一个 精彩的故事内容 那其实你们刚才那个题的回答 是正确的 就是巴克特利亚地区 好 所以第一题和第二题 都已经回答正确了 现在你们来选择 挑战不挑战回答第三题 可以让我们商量一下 好 商量一下 现在你们是领先 我们的雇员队六分 不打 不打 但是还是积分值 这个先不打 下一个打 下一个 苏忠不断 这一简单 打 打 肯定打呀 你往后来就先 这一简单 那打呗 打不打 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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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择继续答题 选择继续答题 其实刚才我听到了 有不同的声音 师姐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这个要是搁我的性格 我讲的 建好就收吧 建好就收 你们已经都超出了六分了 我们就是 就是都答题 就是多学习 对 主要是来学习 主要是学习 主要是学习 而且你们会不会很好奇 我们第三题 会给你们出什么内容 对 是的 对 我们就是很好奇 你觉得我们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题呢 和这个有关的 溜金技法 对 然后气形 还有分别在哪里溜金 然后 脸珠纹在哪里 脸珠纹在哪里 然后它溜金的 它是几格几流的 然后在颈部是几格几流的 在圈足处是几格几流的 好 那我们的第三题 是不是和你们所预想的是一样的呢 请开门 是几格几流的 好 我们的六位演员 已经在舞台上 九位 这个造型很熟悉 对不对 就是刘金莹湖上面 三幅故事画 这道题目是这样的 请利用道具 结合台上的模特 复原刘金莹湖上面的 三幅故事画 每一幅画上面 每个人手里拿的造具 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叫这里 真的不是故意 为什么还有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金苹果 就是在 这里肯定是没有的 没有个金苹果 这里是第三幅肯定没有 这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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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觉得哪还有可能 放一只苹果呢 讲述的是特洛伊 木马之战的来源 和金苹果的故事 这里肯定不会有金苹果 因为它一直抓在手 一直抓在脸 对不对 是这样的呀 这里是对的 难道把这个金苹果放手里了 不对不对 是指自己的 四 再放 三 这里啊 二 一 时间到 我觉得不对 好 我们几位同学请入席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不对 我感觉这个金苹果 给它第二幅的那个手里 为什么有两个金苹果 当他们自认为 都已经把道具 放到正确位置之后 突然发现多了一只苹果 你们为什么觉得 会多一只苹果呢 这哪来的 就要给两只金苹果 对 我们看一件文物 应该怎么看 是不是要看细节 有顺序的 有细节 然后还要看里边的关系 和各种道理 可能故事只是一方面 我们也要结合着 我们的文物本身 仔细地 尽量地去感受它的魅力 那么正确答案 是不是像你们 所摆放的这样呢 你们复原的 是不是正确呢 这样 我们直接出正确答案 请看 你们复原的 非常正确 恭喜你们 这个长舒了一口气 这个最后一只苹果 你们最终还是选择了 放在这里 因为你们觉得 手里拿一只苹果 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 文物里手里拿了两只呢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现在再仔细地观察一下 这个刘金莹湖上的 这三幅画 请开门 中亚巴克特利亚 中亚巴克特利亚 这件是雇原博物馆最具特色的展品之一 刘金莹湖的复制品 我们苏州同学选择题 来给你们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来仔细看一看 手里拿了几个苹果 两个 真的是两个 但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对啊 这是为什么 他为什么拿两个 好 我一拿出来 我的师傅就先把手套戴上了 姐 你这么期待呢 是 这是不是又琢磨着 这可以往家里边放的 我想申请这东西在我这儿 多放一会儿 我家吧 就缺一件特别拿得出手的工艺品 这个可以摆家里吗 这个应该可以 这个 这胡咱们家里应该不缺吧 缺 缺一个这样的 没有 刚才这三幅画 其实同学们都已经讲故事讲到了 对 三幅画是个完整的故事 在现在流传的故事里边 最精彩的一幕 正好这个画上没有 就是那个木马图成戒 那个是最精彩的 溜金的技术一般是 把金和水银混合起来 然后涂在气表上 然后一加热 这样水银 那因为它受热一蒸发 这样就留下了金 所以叫溜金 金作为昂贵且华丽的金属 在中国古代的装饰技法中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顶型工艺有流金 错金 赞金 垒金 包金等 随着工艺水平的不断提升 这些技法极大的丰富了 气物装饰的效果 从而铸就了一件件 巧夺天宫的精美气物 来 恭喜我们苏州同学 这一组题三道全部答对 可以加上六分 接下来 物园的主上同学 选择你们要答哪组题 左上突钉玻璃碗 左上角的第一件文物 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题 突钉玻璃碗 出土于哪个墓葬 李贤夫妇和葬墓 比较简单 回答正确 第二题 经科学检验 它属于什么玻璃 钠钙玻璃 好 答案脱口而出 钠钙玻璃 之所以玻璃碗它呈淡绿色 就是因为它属于钠钙玻璃 然后经过烧吹技术制成之后 它就会还原出绿色的颜色 你们前两题都答对了 那么现在来选择一下第三题 答还是不答 答 非常一致的答案 好 第三题 这只玻璃碗的原产地 是波斯萨山王朝 波斯萨山王朝 兴起于公元224年 于公元651年灭亡 那么请问 公元224年和公元651年 分别对应于我国的哪两个朝代 可不可以让我们讨论一会儿 可以 也就是说公元224年对应的是 三国 我们的三国时期 651是唐朝 大致唐朝 这个答案 对了吗 想了解更多的幕后花絮吗 想学习有趣的文博知识吗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少儿官方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 赢在博物馆专区进行了解 这个答案 对了吗 公元24年对应的就是 东韩末年三国时期 公元651年对应的就是唐朝 萨山王朝建立于公元224年 灭亡于公元651年 萨山王朝疆域广阔 其领土曾包括 金伊朗 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 高加索 中亚西南部 土耳其一部分 埃及 阿拉伯半岛沿海部分 波斯湾沿岸 巴基斯坦西南部 还可能进入了印度 面积约540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1970万 萨山王朝的文化 对罗马文化 欧洲 及亚洲中世纪艺术的形成 有着显著的影响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好 可以为我们主队 雇员的同学加上六分 请升几分旗 最后一组题了 我们素素同学也不用再选择了 没得选了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这件文物 第一题 请说出这件展品的名字 六金虎文青铜代寇 回答正确 第二题 六金虎文青铜代寇 属于什么时期 春秋战国 回答正确 好 前两个题对你们来说 好像看上去比较简单 接下来 第三题 要不要选择继续挑战 商量一下 好 商量一下 现在领先的 万一他突然考了一个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想不到 考的东西了 不知道他考什么 万一不是呢 想让他们答 经过我们的讨论 我们最终选择不作答 好 我们的苏州队的新闻发言人 陈苏鹏 代表你们几个队友的意见 说不选择挑战第三题是吗 是的 确定 确定 但我觉得徐丁轩好像 很想答 有点不太同意 没事 但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商量一下 要不要告诉你们第三题是什么 不要了 我怕万一晚上这个回去一看 哎呦 这 一加一等于二 好 这太简单了 这睡不着后悔死了 对 拽在心里 那个睡不着就麻烦了 是吧 万一有人再一看 哎呦 这么难以后我们都不选了 这也是一种 也不太好 对 咱们保留一个节目的小秘密 咱们这个游戏的规则 和精彩刺激的地方 就在于什么呢 你如果选择不知道 那么你就真的别想知道了 好 我们苏州的同学 不选择挑战第三题 那么可以给他们加上三分 好 随着我们第四阵的 最后一组题的结束 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的 所有文博知识题 都已经回答完毕了 我们总结一下 两队的成绩 首先我们主场作战的 雇员队 他们的得分是21分 客队 苏州队 得分是27分 好 这只是我们两队 对抗的第一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呢 还在等待着你们 所以说这个领先呢 只是暂时的 并不作为我们最终的成绩 两场比赛的总分 胜出的一队 才能够走进国家博物馆 争夺最终的总冠军 所以两队同学都要继续加油 在我们本场比赛结束之前呢 我们的主队同学要尽地主之宜 为我们的客队同学 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现在请两队同学来到我们的场地中央 好 那么我们主队固员的同学 请将你们准备的礼物 送给我们的客队苏州同学 这是我们精心制作的琉璃图码 希望它能承载着我们的友谊 第九天朝 今天我们雇员和苏州的两队同学 为我们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博 滔铁盛宴 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雇员 了解了雇员的文化和历史 了解了雇员博物馆的 非常珍贵的一些藏品的文博知识 谢谢两队同学 精彩表现 谢谢你们 也要感谢我的师傅王朝 和我的师姐方琼 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场比赛 所以领先只是暂时的 究竟谁能够进入我们的国家博物馆 有机会争取最终总冠军 还是一个备知数 但是我们的顾女同学 也是我们所有六支代表队当中 文化差异最大的 一个是江南水江 奔丸可人 一个是大漠风沙 金戈铁马 文化差异这么大的两队选手 站在我的两边 我也非常期待下一场 我们苏州同学 主场作战 你们两队的表现 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们今天的这场对决 搞一段落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场 共同走进人间天堂 苏州 我们下期再见 这几场学习得怎么样 谈谈感想 非常有收获 那边的羊肉特别好吃 大漠风沙 金戈铁马 吃肉吗 羊羔吃肉 只吃肉不吃膜 请问 它是用哪只手指的 我估计我恐怕 都很难有这种机会 本彩没确分 明晚六点 央视12频道主客场交换 苏州博物馆队将坐镇主场 迎战千里之外的 雇员博物馆队 让我们共同见证 江南与大漠的文明碰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